我終於就買了一個新麥克風了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個新麥克風的效果是否OK 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疫苗開打之後 大家經常在新聞聽到的消息 就是誰打了疫苗之後 有嚴重過敏反應 很多人就會問我 究竟我對食物有敏感 我對貓毛有敏感 我對花粉有敏感 打不打得疫苗呢 還有最近也有人提出 其實這個過敏反應 可能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經常會遇到的一種物質引起 究竟這種是甚麼呢 今天就和大家談談 最近有人提出一種很常見的化學物質 叫做PEG 有傳名叫Polyethylene Glyco 這種東西其實是一種聚合物 聚合物大家讀過化學都知道 即是Polymer 即是說它由一塊一塊的分子 切連在一起 變成一條鏈 有長有短 這樣 其實在我們以前 一直打開的疫苗裡面 是沒有這件事的 但是現在我們打的兩種 兩種 MRNA疫苗 即是包括Visor Biotech的 MRNA疫苗 以及 Mondana的 MRNA疫苗 兩種 都裡面有 這隻叫做PEG 這樣的物質 究竟無故 為甚麼新疫苗裡面 有PEG 這種物質 原因 又要說回 就是因為 MRNA疫苗裡面的 MRNA分子 本身是非常不穩定的物質 但是又是我們 疫苗的最主要構成成分 所以呢 我們就要想一些方法 我們就幫它做一個防護罩 將那些MRNA的分子 就用這個防護罩 就包住它 這樣 將它安全地送入人體的細胞裡面 讓它產生作用 這個保護罩 我們叫做Lipid Lanoparticle 中文就是叫做 脂質納米粒 它就等於 比如說你去淘寶買個玻璃杯 賣給你的人 當然要把它包得很地利 才會寄給你 不然寄給你的過程 就打爛了 這是甚麼意思的 大家看到這個圓形 就是 脂質納米粒 Lipid Lanoparticle 裡面 就是由脂質分子 就是 一個圓圈 兩條尾巴 這些脂質分子 形成一個 好像一個波 包住它 裡面 裡面 也有些 脂質分子 在裡面 裡面 這些脂質分子 就會包住裡面 細細條 大家看到嗎 紅色的一條 其實就是 MRNA 即是 訊史核糖核酸 即是說 疫苗的主要成分 即是說 它一層兩層 包住它 就等 MRNA 就受到保護 希望 將MRNA 安全送入人體細胞裡面 產生作用 但是 因為這個 脂質納米粒 可能 都會有機會 受到 我們的免疫系統 攻擊 令到它分解 令到 MRNA 受破壞 所以我們想到的 辦法 就是 在這個 脂質納米粒 上高 去加一些 這些藍色的 這些藍色的 就是 就是PEG 就是 聚乙二醇 polyethylene glycol 這些 就等於 隱形戰機 表面灰灰黑黑的 塗層 有一層 PEG 在這裡 就可以避開 我們人體的 免疫系統 攻擊 令到 這個 脂質納米粒 這個 可以將 裡面的 MRNA 帶入人體細胞 產生作用 你會說 喂 明知敏感 為什麼加這些 PEG 進去新疫苗 裡面 我們其實 就是不知道 就是說 PEG 這種東西 其實在 我們日常生活的 用品裡面 是非常常見的 也都在這裡 用了幾十年 什麼物質有呢 比如牙膏 洗澡的東西 洗臉的東西 甚至你吃的藥 例如你常見吃的 止痛藥 頭痛藥 薄爾色痛裡面 包括大人吃的藥丸 小孩子吃的藥水 裡面都經常有 這個PEG的成份 因為PEG 本身就有很多的用途 它可以做為一種 潤膚的物質 可以令到 就是 它是一些 令到 那些 液體的物質 就變得 稠一些 PEG 也可以用來做一種 射藥 也都在這裡用了幾十年 那用了幾十年之後 我們一般都覺得 其實 這件事是 inert的 就是說身體 對它是沒有反應的 不特別容易引起過敏反應 所以 一般我們覺得 它很安全 才會加進去 疫苗裡面 譬如很簡單 我家裡用這隻 洗澡液裡面 就有PEG 洗臉用的 也有PEG 人類對PEG 敏感是非常不常見的 所以才用這個物質很多年 它做疫苗的時候 也是這樣想的 但是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引起 現在的敏感呢 其實 也是一個估計 不是真的說 這件事引起敏感 大家不要搞錯 美國方面 已經和 有關的藥廠 在開會 也在設計一些研究 看看 是不是真的 那些人有 嚴重過敏反應 真的對PEG 有敏感 因為疫苗裡面的成分 看來看去 最有機會引起敏感 都是這隻PEG 但是是不是呢 現在還未證實 那好了 最實際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問 我究竟有沒有這些敏感 我怎麼知道 我會不會有這些敏感 不能打呢 如果你敢問的話 你多數都是沒有的 因為 這些物質 在日常生活 真的太常見了 差不多 大家都應該 接觸過這種物質 就是說 是有人 對這隻PEG 敏感 但是 非常不常見 有的話 多數已經知道 多數以前已經有病歷 醫生已經告訴過 給他知道 所以如果你沒有的話 其實 你真的對PEG 有敏感的機會 都相當低 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人就說 我對這個花粉敏感 我對這個雞蛋敏感 我對這個牛肉敏感 貓毛敏感 各樣東西 大家如果細心看一看 這個新疫苗裡面的成份 它其實裡面 是沒有一些常見的食物 或者植物的蛋白質在裡面 也沒有常見的藥物的成份 在裡面 比如沒有盤尼西林 沒有抗生素 在裡面 跟一般傳統的疫苗 有些不同 所以 如果你只不過是 對於一些普通的食物敏感 或者對於一些花粉敏感 或者抗生素敏感 那打這隻新的mRNA疫苗 即是Pfizer BioNTech 或者Mondana這種疫苗 就應該不會有問題 當然你說 我真的有對某些物質 有過敏的 那你就要問一下你的醫生 打之前 跟他講清楚 就是搞清楚 就最安全了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雖然全球的疫情 現在看來都是非常嚴峻 但是疫苗已經開始施打了 我們應該已經見到曙光 請大家繼續忍耐一下 希望2021年我們可以走出這個疫情的陰霾 請你留言 點贊 訂閱 按個鐘仔 多謝大家 拜拜